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适当的处理的机制 我想这点社会大众也可以放心 第三点还是要回到正常每一个市场的机制 我想股票市场的买卖 当然投资大众都会做理性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要尊重社会大众的投资者的这样一个看法 对 股票市场不是你们管 但是就股票是你们的事情 所以五二里你看看外界的解读 五二里一开盘 就是带大盘不好的情况 这些还硬拉 但是后来政府的资金不敌民间卖出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跌 所以你刚才有讲到一句很重要话 这个适当的时机 有适当的机制来处理 如果说股票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了 那所以已经连跌的三天 那跌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机 那你们会怎么样适当的机制来处理 因为基本上讲起来 因为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东西 以我的身份 我是职位 我不宜在这个地方推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比较个案性的一个回应 但是这点还是请社会大众能够放心 市场的机制 它一定回到市场这个供需面的一个状况 政府一定在最特殊的状况 符合我们相关机制运作的条件之下 我们一定会做必要的处理 所以你把这句话 这句话有点拗口 政府在适当的时机 会有适当的机制来处理 那你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就是说大家不要担心 就是如果说股市有发生 这种很大跌 惨跌或各方面情话 政府一定会出来处理 会出来救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结果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应该就是这样 但是我有时候不应该讲 稍微安心一点 谢谢 第二个 洛桑学院前两天发布 就是说台湾的竞争力表现很好 从第八名上升到第六名 从二十三名到八名到六名 因为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 我们有这样的成绩 不容易的 不容易因为我们国家规模不大 不过这里面 财政类下滑七名 是下滑七名 是所有政府各部门下滑最多的 不过总统是对财政部是支持的 所以总统讲话特别提到 他说国际间的评鉴所得分配 那有时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方式 那所以呢 那个记者特别把框子出来说 总统说啊 我觉得财政部应该出来澄清 否则的话 有时差距75倍 有时85倍 根本不符合一般所谓的 所得分配的评鉴标准 那行政院呢 应该请财政部主计处 出来做说明 所以换句话说 总统希望跟行政院都希望 财政部主计处能够说清楚讲明白 为什么我们财政下滑七名 那这样的一个评鉴方式是不是公平 我们不能说 人家说我们竞争力上升 我们就说哇好公平 真是台湾好进步 然后人家说我们财政下滑 我们就说这个评鉴不标准 不公平 那我们总是同一个洛杉矶理学员出来的 这点委员指教非常重要 分两点报告 第一个就是IMD这样的一个评比 它是一个第三者相对是很客观的对国家各种竞争力的评比 我们非常的尊重 也非常的重视 行政院金建会就有个专案小组 对这个问题请每个单位来做改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里面当然我们从23名 变第8名变第6名 里面各种指标 财政的指标 当然这次降下来了 但是这一点我要跟委员跟大家来报告 这个某个程度就是增加到第6名 它的代价 假定过去没有财政部减税 发债来支援国家的建设 它不可能变成第6名 它是个代价 那这个代价我们也晓得要审慎 所以财政困窘我们也了解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101年 我们的预算规模 我们的债务的举介等等等 要做更审慎的处理 就需要把这个再调回去 事实上我想很多就同一个家庭 财政为肃政之母 母亲难为 等母亲入口去筹财源 来支应子女的教育费 那反过来讲我这不好意思讲说 政府借钱做建设 建设起来了 但是财政相对是弱了一点 我们也承认这个事实啊 所以后续要做努力做改进 这个是必然的 我觉得你很认真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讲法 你还要再思考一下 因为我觉得立法委员 一般民众可能听不懂 因为逻辑上很奇怪 我们的财政下滑7名 可是因为我们的下滑 造成我们竞争力上升2名 那这个逻辑很奇怪啊 你懂为什么吗 他有个别的指标增加 像那个经济的成长 民间部门的成长 民间为什么能够成长 可能未还国防外交 可能在讲啊 要不是财政把我们拖下7名 我们可能进步8名了 那当然也是某个程度 今天总统院长 请财政部主技处 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我觉得你们的逻辑 我刚才就说 其实就是已经提供 一个公开的场合 让财政部主技处 说清楚讲明白 您刚才讲那个 是所得分配的问题 一般民众啊 不是很能够接受 所以我帮我两件事情 刚才您讲那个是财政的部分 另外是所得分配嘛 这里是要特别跟委员报告 一般就所得分配来比的话 他不是用那个六七十倍 所得税的那个比来比 不是用那个东西比的 是用一般我们行政院主技处 想那个所得分配的差距 六倍那个来 6.34倍那个来比的 这第一点 一般用七十几倍 八十几倍那个是不对的 然后那个世界上不是这样比的 再过来一点 所得分配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税的问题 是我们薪资所得成长慢 或是降下来的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总统也好 院长也好 一直鼓励我们大家来投资 来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所得 把所得提起来了 这个倍数差距相对就会缩小 关键是这个地方 同时另外一次 我要特别跟委员报告 也谢谢委员 委员会的支持 我们所得税 扣除我的提高 税率的调降 这个对所得分配是有帮助的 假定我们九十七九十八 没有做这个事 那个差距会更大 所以这一点也希望我们委员跟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真的过去一段时间 财政部运用我们的政策工具 对不对 减税 发债 来加速我们经济的成长 当然财政困窘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如何努力 我们也经济在积极处理之中了 谢谢 部长声调提高 我可以感受到你非常努力在说明 不过我觉得说应该要再思考一下 更清楚更简单一种 蛮重要的 另外我们今天审的这个法令非常非常重要 应该让社会大众了解 因为我们为了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货物税取消 因为油电混合车 它是比较符合环保效益的 可是油电混合车比较贵 所以一般的民众不会去买 所以要补贴它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透过减税的诱因 希望它去买 那根据你们今天提出来的办法 五年内买油电双燃料车辆 并完成登记者呢 每辆可以减货物税两万五千元 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少啊 可是我一看五年 五年内每辆车可以减两万五千元的话 那可以减多少量呢 上面你们的评估是 可以减五千两百辆 换句话一年才一千辆啊 一年才一千辆啊 那税收减少多少 减少了一亿三千多万 一亿三千多万 所以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因为它油电混合车贵很多 你减了两万五千元啊 恐怕还不足以达成吸引力 因为你自己的评估五年才会因此有人 五万两千人来买这个油电混合车 一年才一千人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你要干脆要不要把它提高啊 货物税减五万减多少 让它减很多 然后它就会觉得说 我虽然车子买很贵 但是呢 我减很多 那所以 或者是我其他的税 过户税或什么税 我可以减少很多 我才会有诱因啊 不是吗 这点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是两件事情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 油气混合 这是油气 我讲错了 油气混合车 这是油气啦 油电混合车 目前就是减半课税了 那电动车 这个电能的车是免 刚才讲 你在今年一月 你通过是个免三年的 那这里特别跟委员报告 今天这个案子 财政部是配合 我们行政院相关部会 像环保署啦 经济部啦 对这个电动车的产业的发展 它有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里面 财政部做什么 环保署做什么 经济部做什么 它是有这样的规划 那这些一年 刚刚您讲的 不管是一年一千辆也好 五年多少辆也好 这是依据它整个方案去做的 那我觉得财政部的态度 就是硬毛 硬下毛 不是啦 别的部会 政体政府施政 那如果然后环保署认为说 财政部应该贡献一下力量 那你就减那个一点点 减个意思 然后这个配套 五年才五千两百辆 配套措施在给委员报告 它不是只有减税而已 它前面环保署有些补贴 对叶子有些奖励 它是一个配套的措施 那怎么会这么少呢 五年才五千两百辆 那这个就牵涉整个 我们产业发展的能量的问题 今天不是说 我给它减免税了 它肯定做不起来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 产业研发的这些过程 我觉得待会这个数字 可能要稍微再提高再讨论 那刚才讲说 你既然要配合其他的部会 那其他的部会 像经济部 我要接着的赖事保委员讲 其他的部会 这么多年来 都一直在曾经请命说 现在这个货物税里面 几乎是一种 特种货物税的概念 然后把饮料列为货物税 是很不合理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给你 因为过去喝饮料 三十年前喝饮料 是个奢侈的行为 三十年前吃泡面 也是奢侈的行为 有办法吃蛋糕 也是奢侈的行为 甚至吃饼干 也是奢侈的行为 哪有办法去买饼干啊 三四十年前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财政环境就说 这个几乎是一个奢侈税的概念 所以这些东西 全部把它列为货物税 就说从这里面去收税 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吃泡面 很多穷人才吃泡面啊 对不对 或者穷学生 上班族 薪水不好吃泡面度日 那你吃饼干 吃蛋糕 都是名声必须 饮料当然也是 可是你看 现在所有 现在所有的食品类 食品类 只剩饮料 在磕货物税 这怎么会公平 这是第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那你泡面为什么不磕呢 你当初为什么把泡面拿掉 你饼干为什么拿掉 你面包为什么拿掉 你蛋糕为什么拿掉 你那个出厂的便当 那种盒装便当 为什么拿掉 食品类 只剩 这个饮料类 第一个是不公平的事情 第二个 你要知道 一样是饮料类 你家外面50蓝啊 或是 Starbuck啦 或是85度C 卖的杯装饮料啊 不要货物税 它只要什么 盈利失业登记证啊 什么叫营业税就好了 可是 你这种包装饮料 你除了盈利失业登记证 营业税 各种 银锁税以外 你还要货物税 一样的饮料 你就觉得 你就会有这个差异性 那你逼 逼迫大家 小学生 你不喝饮料 那你逼迫 这个比较贵 你就跑到外面去买 买那个50蓝 或买85度C 那怎么样 一样饮料就 就有这样的差别 第三个很重要 现在好了 一姐在想啊 我做成包装饮料 要增加一个特种的货物税 那 仿街在卖的便 不要紧啊 所以现在已经听说 有一个企业家 他就想啊 我现在通通把我的包装饮料 改成杯装饮料 我就开始涉摊 或者 驾买 驾的饮料店在买 因为改成杯装的话 你就客不到货物税了 那何必呢 把大家逼上街头 或者逼上摊贩店面的街头 这事也不应该 最重要 刚才赖社保委员也提到一个东西 在整个货物税减免的过程当中 化妆品是更奢侈的东西 化妆品因为很有政治影响力 所以当初各种去游说 化妆品在79年取消货物税 那饮料类它是一个 比较在食品类里面是比较小类的 它也没办法像泡面去运作 没办法像饼干去运作 结果 所有食品类 只有它还在刻货物税 然后化妆品都没刻 所以在政府的资料里面 政府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学者专家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91年行政院的采改会 就特别决议要取消 这个饮料税的课证货物税 然后呢 然后93年 行政院核定采改会中期 在四年内也要修订货物税条例 取消饮料税等特定货物税 94年6月 政府也明确的宣布推动税制改革 然后要取消这个饮料的货物税 但是呢 因为这大概有30亿元左右的税 政府又舍不得放 所以在94年以前就说 如果我们能调高饮料税 我就放掉你 我就放掉 我就放掉你这个饮料 我就放掉你饮料 97年 国民党执政又重新执政以后 复改会 也说要取消 这时候一直在讲营业税 营业税什么时候会增 因为之前都是绑营业税嘛 说营业税如果增加 我就让你调低 这个 我就把这不公平的饮料 饮料货物税取消 结果呢 哎 营业税没有调高 反而降低了 怎么办呢 97年改绑什么 改绑你刚才所提的 改改刚才所谓的能源税 就是说你能源税课政了 你饮料的这不公平的税 你才可以取消 哎 这就好比说 某某人 你不可以当科长 除非那个人当了股长 你才可以当科长 什么跟什么啊 我的意思是说 政府本身做的工作 就是税 税付不公平要取消嘛 所以你们今天在自己的 货物税条例里面 特别就在讲说 使用牌照税 你们自己在写啊 使用牌照税 今天为什么要 要减免那个 有关于这个 机动 机动 这个 反正就是 没有气缸的 这种电动车辆的 使用牌照税 因为它算不出 算不出来这个电动 它的那个气缸 是多少 所以你们说 要达到租屋税公平 可是我觉得政府的税制啊 这个公平 是因人而异 因货品而异 因行业而异 那今天呢 你刚才讲到说 今天使用牌照税 不公平 所以我们要把它取消 这个税 结果货物税 从91年开始 政府自己行政院的改革 各种改革国会 都说要取消 政府就不取消 硬要去绑 前面绑一页税 后面绑 绑能月税 然后你前面再提到说 你这个货物税 要把油气的 这个双燃料的 这个东西 要把它的这个 这个税负 货物税降低 是因为配合 环保署的要求 那经济部也一再的要求 行政院也一再的要求 要把饮料的这个 这个 要把饮料的这个 货物税拿掉 那为什么政府又不呢 财政部又不呢 所以显然财政部的课税是 因行业 因物品 因这个工会 有没有力量 世人 那个来在做不同的 这个差异标准 这样很不好啊 我们基本上应该是 整个税制的改革 它是一个配套的 必须一步一步的来运作 你那么提到 就是说为什么 是是 所有食品类 只剩下饮料要客税 为什么饼干泡面 我想货物税的一个发展 它的这个改制的过程 也是应各种的 各种的条件 从税客收入 经济发展 社会公平 集中便捷 每个面向去考量的 当然我们也了解 我在报告里面也讲了 我们尽量会配合 能源税的一个改制 把这个东西纳进去 所以必须一个配套了 不然我税收 一下少了几十亿 那政府的建设 现在不是奢侈税有100多亿进来吗 你为什么绑奢侈税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嘛 所以这个 就政府的整体运作来讲 我们积极在那里 政府永远把 因为不愿意放掉这30亿的税 永远就把一个达不到的东西绑在一起 前面去绑调高营业税 会发现营业税不能调高 现在绑这个 那结果呢 有调高有增加的 你不去绑 所以真的是太 我觉得太一人设施 讲不好了 我们积极在研议之中了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高志鹏高原知情 不好意思啊